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最近看节目我稍微观察了一下 有个特点 留言的少了 留言的不多了 讨论的也不太多了 但蜂拥突然而来 来一波人留言的呢 基本上就是五毛或者不长毛了 就那么两根毛吧 是这样的人来的 那我相信 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对现在的局面呢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到底会怎么样 不知道 不会看了 因为金融反腐打得非常的 非常的不留情面 那军队的操守做法 对军队的所谓军改的概念 太过分了 咱可以这么说 太过分了 就是基本上超越了 很多朋友们的认识的承受力 我说认识的承受力 那原来他认知的很多 认为一定会如何如何到今天全改变了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 今天走到这一步 其实对头算两年 2013年 从18大开始到三中全会之前 这是2013年 基本就是王岐山的忍耐期 习近平的观察期 那个不算数了 真正开始的是 2013年11月份 三中全会之后 三中全会之后 那我们对头算到现在两年 对吧 我们看不到任何人 任何中共过去的主政的人 用两年时间走到了今天的场面 没看到 所以无论它代表什么 无论怎么样 客观事实做到这儿 我们就尊重这个客观事实 我只能这么说 那这种事实呢 在我们现实的眼睛当中呢 大家会感觉有些瞠目结舌 其实我一直推荐大家 大家看这个几个片子 主要是韩国的 杀人回忆和这个辩护人 辩护人讲的 韩国在大变革时期的 作为一个律师 人的正义 人的良知 那我们这儿叫维权律师 那杀人回忆呢 却描绘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背景 从独裁的体制 对人性的扼杀 因为在那个影片里面的暗语 就是对那个奸杀者 是同样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他无力抗争制度 但把内在的那种愤恨 以同样的方式 残酷的方式 转嫁给比他弱的人 而那个影片里面的警察 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 其实跟今天我们看到的 中共的国安公安 有着类似之处 那个环境下的警察 就是残暴 野蛮的 和故意伪造证据 伪造现场 破案 任何案子一定破 至于案子的真相 跟他没关系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到位 案子的真相 跟他没关系 而破案的手段 酷刑吊打 那是正常的过程 所以跟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样 就像我跟大家描绘的 说对郭飞雄的案子 就是没有周永康的 周永康式的 政法委的做法 就在现实中发生了 就这么回事 那非常特别的就是 高玉的案子又那么处理 又让人感觉很 就说 它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现象 非常冲突 那越冲突 表明现在 在中国的背景之下 巨变的程度 裂变的程度越大 那种分裂的程度越大 分裂 那就是 有人要站这边 有人要站那边 在我看来 就这么回事 而手段 我们看到的打击的手段 就是 那对民间 有着分裂的做法 而对上面 当今天主政的人 在打击上面的时候 用的很多手法 是文革的做法 那你如果对比的话 就叫做文革的做法 那这种文革的做法 是相当惨烈的 让你猫不着边 而这个东西 是共产党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过 这圈要画圆的时候 就用共产党 整死共产党 法国网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开展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专案调查 这东西能要死命 这东西杀人呢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谁 什么叫政治纪律 什么叫政治规矩 这东西 就是非常典型的 摩勒两可的做法 但是他打的谁呢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那打的那些 在中共中央里面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 中央直属机关 发出通知 将在11月下旬到12月底 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开展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专项调查 那这里主要提到的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他讲2014年5月份 习近平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 讲了话 强调的是忠诚 说没有绝对忠诚 是绝对不行的 那中办工作做得怎么样 可以讲千条万条 归根到底就是一条 就是忠诚不忠诚 要必须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的坚守 要把绝对忠诚 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 首要政治原则 那作为中办队伍的 首要政治本色 所以那这里说了 政治距离和政治规矩就是忠诚二子 但凭什么对党忠诚 凭什么对党忠诚 这是非常有趣的 对不对 党是什么 党不是人 党是特殊材料作成 对不对 党是高级动物的代表 那我为什么要忠诚 道理很简单 对不对 一个握有权力的人 强奸了你家的女人 然后说我占有了你 所以你要对我忠诚 那肯定会有人这么干 对不对 但是就这么干了 可是现实的客观环境呢 我们又看到这种巨大变化的客观现实 所以为什么出现这事 你记住我那话 共产党用共产党的口号 共产党的手段 共产党的原则 共产党的政治规律 政治规矩 干死共产党 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这是今天大变革 大巨变背景之下的 一个具体表现 那金融体系的反腐 开膛破腐的事的反腐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股票维持在 3500点 3600点 就在这儿 也不上去 也不下去 每天还涨点 偶尔落点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场面 那金融体系的反腐 跟军队改革 并驾齐驱 这两条 都是要国家命 要这个政权命 这两条 这两样东西是最要命 那会怎么样 各自评论不多 因为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已经这么着了 对不对 猪都给杀了 杀完就吃了 所以呢 你非说他怎么吃 猪都杀完了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吗 就有着一种无奈的 一种感受 香港媒体有篇报道 讲说 金融体系的监管风暴 越演越烈 那A股有可能被打回原形 那也就变成了 没人敢玩了 对吧 大型证券商 连番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上星期五 出现了黑色星期五 股市暴跌 中央对金融 及监管体系的 这种反腐高潮 势必掀起新一轮的监管风暴 那会造成股市暴跌的 换句话说 那还是硬了一句话 那中国股市 那么就是一群 怎么说呢 一群庄稼 开的赌场 对不对 一群庄稼 开的赌场 那赌场再大 他得在这个政权之下 所以掌握政权的人不干了 进场子 砸场子来了 就这么点事 文章讲 龙头券商自爆 因违反监管条例 被证监会调查 那很多券商 可能就遭到了洗仓 那出现了大规模的跌停 这是指上星期五了 那也就是 庄稼 和开赌场的老板 赌场本身 全都被查 对吧 那你进来玩的散户 可能人家会说了 哥们你还进来干嘛呀 对不对 厂子就差关门了 你还进来 你做死啊你 其实就这么点事 我们刚才说的是股市 香港媒体另外一篇报道 中下层政治官员将失去军职 实际这里就是说的 四大部位当中的总政治部 在我的眼睛里被咔嚓了 那总政治部被咔嚓了 那你会看到军官当中的政委 指导员 哪凉快 你就去哪吧 所以这里他说的 基本就是这意思 那冷眼看 我们就看到 谁都有把椅子 就是政治官员 没有椅子 所以人家没说 不要你政治官员 宣传东还会说 一定要听党的话 听习主席的话 然后听党的话 听习主席的话 党这个习主席没给你 政委一把椅子 那你就走吧 就这么点事 他意思就是这意思 南华早报 说在新一轮的军队改革中 新的军委纪委 将代替正副 政治军官 主管较低层面的军队纪律 那许多原本属于体制内的 中下层政治官员 肯定要失去他的军职 他用纪委的概念出来 政治委员没了 那这出现了什么 枪指挥党 枪会要党的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